好,你们,我在那个文件里面,你们可以打开,里面有两份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这个,加罗摩金与注释 这个是排在这个会议里面的第二个文件 另一份文件是叫做菩提比丘 就是他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先看他的这个经文 先看加罗摩金与注释 我们先看第一段,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 所以如果你们打开文件,你可以看第一节 好,在还没开始说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合展 我们一起念三称释迦牟尼佛 离敬世尊阿罗汉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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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经,加罗摩金与注释迦牟尊阿罗汉政治抉择 它的巴黎文是叫做Galama Galama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是一个村的名字 所以那边的人呢是,就叫做加罗摩人 这部经是非常出名的 在南传的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 这部经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修行 以及怎么样升起我们的政界 所以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内容 就是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先看它的第一节 如是我闻一时 佛游行于焦沙罗国 Gosara 和大比丘众到达克沙普塔村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虽然是叫做Galama 加罗摩 但是它是在焦沙罗国里面 而焦沙罗国里面呢 它这个村的人呢 的族人呢 是叫做加罗摩人 但是它的村呢 是叫做克沙普塔 Gesha普塔 普塔是子的意思 Gesha就是Gesha儿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村 它的名字叫做克沙普塔 就是Gesha的儿子的村 所以它们这个族人是叫做卡罗摩 这个就清楚了 就交代它的地方了 那么如是我闻 这个是交代 是阿难陀 是阿难陀 听 背出来的 好 其族人 是 加罗摩 族性子 族性子是指某一个 姓氏的人 族性子 他们听闻到佛的名声 尊敬的 乔达摩沙门 由于丈夫天人师佛师尊 她却知此世间 在此世的天魔凡 沙门与婆罗门 国王与人们中 她信 她观修耳德 最高智慧 她所教示的佛法 前善 中善 后一善 慈欲俱 教示 凡行 完善 清静 能遇见世尊 是很殊胜的 那么 克萨布塔村的这个 交罗摩人 知道 佛来了 就来见他 到达后 有的敬礼佛后 坐在一边 有的亲切问候后 坐在一边 有的恭敬和长 礼拜后 坐在一边 有的告知起 明智于家族后 坐在一边 有些默默 坐在一边 有些默默 坐在一边 有些默默 坐在一边 河沙罗国 一个就是 克萨布塔村 来到 克萨布塔 他们只解说 弘扬 他们自己的教义 而 而 抹是 非难 排斥 其他 教义 然后 又来了 其他的 沙门和 凡 治 他们也同样的 只解说 弘扬 他们的 教义 而 抹是 非难 排斥 其他的 教义 但是 对我们来说 我们 一直都 怀疑 而感到 迷惘 不知道 在那些 可敬的 沙门 以凡事当中 到底 谁说的是 真实话 谁说的是 假话 佛说 是的 加罗魔人 你们的怀疑 你们的 弥漫 是震荡的 因为 对于 一件 可疑的事 是 应当 生起 怀疑的 加罗魔人 你们要 注意 他就 这边就 提 这一部 经里面 最重要的 十个点 这边 有几点 是有关到 有关系到 我们怎么样 来 面对 就是 这些 不同的 修行人 不同的 教师 导师 等等 我们应该 怎么样 所以我们 看一下 第一 不可 听信 他人 多持 口传的 因为口 传会有 口误 第二 不要 蛮从 传统 每一个 派别 都有 他自己的 传统 对吧 所以这个 传统是 人为的 所以 不要 蛮从 传统 所以 有一些是 好的 可以遵守 有一些是 不合理的 所以 不要 蛮从 第三 不要 万听 谣言 那 谣言 很多 尤其是 现在 现在 这个时候 这个 通讯 这么发达 谣言 满天飞呀 一下子 死 一传 十 传百 百就传万了 很快就传 出去 那些 谣言 所以 不要 万听 谣言 第四 不要肯定 经书 所记载的 经书 都是人家 以前在以前 没有印刷的时候 是用抄的 可能会抄 错去 那么在 抄的时候 传到某一个地方 那么你再把它 用印刷了 印花 就印错了 所以一开始 就错了 因为以前的 开示跟说法 是口语来的 听的人 可能是听错 他就可能会 背错 出来 所以 这边的经文 你可以看 每一个前面都是 如是我闻 那就是 通过 阿难陀 听 阿难陀 背出来的 那么 阿难陀 背出来的时候 还有其他 四百九十九个 都是正果的 阿罗汉 在听 肯定 缺失了 正确了 所以 第一次阶级的 那些经文 是正确的 因为以前是 口语的 所以他们在听的时候 还是口语的 他并不是 文字的 文字的这个经文 是大概是在 第三到第四次阶级之后 才出现的 那是很迟之后的事吧 应该在第三到第四之间 他的文字 因为是在 斯里兰卡的时候 也是在公元 大概两百多年前 已经公元前了 我们现在是 2021年了 那么等于 公元前两百多年 就等于 离开现在两百多年前 就已经出现文字了 所以 文字 是怎么样出现的呢 是因为听口语 耳朵听 听得记在心里面 然后 再把它背出来 那么 背的人 已经不是那些 五百个阿罗汉 已经几代了 因为佛陀 露灭到现在 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 所以 佛陀 露灭到 变成文字的 相差了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 大概有三代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好的 我们现在继续说 说到刚才说到第四 不要肯定 经书所记载的 因为 这个时间的关系 它的那个 两千 两百多年前 那么加上 那么加上有大概 两百多年 是因为没有文字的 是靠语音的 所以当时还是有大概 这两百多年 大概有三代人 有经过三到四代的人 所以 因此我们 经书所记载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第五 不要相信符合逻辑的 符合逻辑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符合逻辑的 要合情合理的 对不对 所以但是 有一些 就是 认为 既然符合逻辑了 那这样就是对的 也未必是对的 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因为 这边佛多士讲佛法 佛法的有一些东西 未必是跟这个逻辑是 能够互相配合的 第六点 不要依赖哲理 依赖哲理 就是我们 哲学 有很多这些哲学的这些道理 这些哲学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以前中国 以我们中国的那个哲学道理来讲 是道家的 道家的道理都是讲天地人 这三个关系 对不对 天是怎么样 地是怎么样 人是怎么样 所以天地人 三者的关系 所以里面就讲到有很多这些哲理 就是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就是在这个处事 我们应该怎么处事 处事要用什么方法 因为有 世间上变化很多 对不对 变化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要在这种 变化之中 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千变万化的这个 外头的世界 所以 所以 因此 因此这个道家就提倡 以道家的哲理来说了 就是要提倡无为了 提倡无为 所以 这是他们的哲理 所以我们依赖哲理来分析的话 未必是正确的 所以不要依赖哲理 佛法 你也可以说佛法里面也有哲理 对不对 就是说要多 要我们要 归一三宝 要我们要 相信佛 相信法 相信身 以及要我们要 能够 守戒 以及要多行善 那么 等等要有慈爱心 这些都是佛教里面的道理 所以 我们只要 你如果依照这个道理来的话 如果你不去修了 你是不会了解它的 所以 必须要自己亲身去修 去修它 就是通过自己修持的话 你才会 真正的体验 而不是纯粹靠 思维的 哲理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要 依赖思维 我们知道 佛法来讲 它是跟我们讲五蕴 摄影是什么东西 受想 行摄影又是什么东西 那么如果你只是这样讲而已 你是不会 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就五蕴 所以 这个就是叫做不要依赖哲理 这一方面就是这样 如果你只是靠 依赖哲理 那是靠思想 思维的 也就是靠想的 靠想的不是修行 佛教的修行是 讲究我们要实修的 而不是要靠想的 靠思想的 靠思想的话 你就变成四肢充便了 就是世纪人的那种智慧 聪明的人 他善于跟人家辩论 所以叫四肢充便 这里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这样做 第七 不可单凭常理或外相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一般上的人都是看外表 对不对 看外表 那么按照常理来看 以及看外表 因此我们就被这些所骗 因为这是属于色影来的 而色影是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这个因此又是一个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陷阱来的 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 然后我们就陷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自作相貌 你看 你如果自作相貌的话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人不可貌相 是不是 因为你不能够看人的外表 就来判断这个人是尊还是悲 是尊还是悲 是富还是穷 你看不了这些东西的 人富还是穷 尊还是悲 不是从这边来看 是要从他的其他综合性的 很多方面来看的 这样才是正确的 那佛法来讲 佛法也是这样的 我们从很多方面来看 修观照的就是从很多方面来看 看同一个事物 来我们来才分析出 他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不能够依靠外相 或者平常理 第八 你不能够自作你喜欢的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陷阱 来的 多数人他 根据他喜好 喜好地来去走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这些社群里面 或者不同的社团里面 同样的喜好 或者爱好的人会聚在一起 这是物以类聚吗 这是正常的吗 那么你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同一种东西 因此大家就聚在一起 都追求某种东西 这个里面就是又产生缺陷了 因为已经偏了 你喜爱的东西 所以同样的见解也是这样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不对 因此有同样的见解的人 聚会聚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个 在政治上就有所谓不同的党派 有不同的政党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主张 当他有不同的主张的时候 那些人就相信 我相信这个政党所讲的是对的 因此他就会去支持那个政党 你只要看美国的政治就是这样 他就分成两大阵营 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他有他自己的主张 就像我们这里也是 有自由党有共党 他有他们自己的主张 所以那些选民就投这些人的票 就等于他支持着 支持这些政党的人 所以他们这些 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拉票 因为总有一些是属于中间的 他拿不定主意的 所以因此这些人就去拉票 在几乎这些国家 西方国家来讲 他几乎这些 主张都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不能够是绝对的 他不是绝大多数的 因此他们在选举的时候都很紧张 因为他们就要推出很多 吸引选民的方式 同样的这边也是 我们讲主张嘛 对不对 人都会喜欢你 你要的东西 所以你聚在那边 所以就物以类聚了 见解也是这样 同样的见解 人就会聚在一起了 然后就会说 别人说的是错误 别人的见解是错误的 在佛陀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主张的人 很多佛陀当时经书 就介绍有六师外道 这个是今天晚上 我们所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会追求他喜欢的 见解和意见 因此他就会被遮住他的眼睛 遮住他的想法 使他不能够见到 他里面的缺点 佛陀并不是在攻击其他的派别 但是佛陀是以真实的道理来讲 所以佛陀对这些外道 这些六师外道 把他们翻成是外道 我们是属于内的 他们是属于外的 外道主要的有六派 其实是不止了 有很多宗派的 有不同主张 有的不相信因果的 他认为没有因果的 有的相信是上帝造出来的 一切都是上帝负责的 那就是大凡天 有大凡天是创世主 创造出整个世界来的 这是婆罗门教相信的东西 到现在还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相信 创世主 西方的基督教也是这样 他们相信创世主 就是这个世界是由某一个 很有威力的一个神 创造出来的 那我们这些只是神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最后我们在死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们收回去 收到天堂去 这样 所以这种教法 这种宗教的教法 就是非常很简单 可以讲说是非常简单 实际上不简单 很复杂 因为我们的心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你不能够太简单 在宗教不能够 宗教来讲 他那种简单的宗教 只是适合那些 没有分辨能力的人 所以当时 佛陀这边讲 就是喜爱的任何见解跟意见 包括宗教在内 好的 第九 不要因为某一种东西是有可能 好像是有可能的 你就相信它了 这个也是 这是在外道里面的这些说法 有一些是好像是可以 好像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 就不正确了 所以就不要以为某一些事情好像是可以的 你就相信它 好 最后一个 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导师 这个是我们的法师 这个是我们所崇拜的 然后你就认为它是 它所讲的 所教的是正确的 所以因此这一点呢 佛陀就教我们几个原则 就是说 要是我们听到某某法师 教某一些东西 你先不要批评它 佛陀这样讲 你先不要批评它 你听了之后 记住它所讲的 然后你去跟经书查一下 但是我先跟你讲了 你也不要相信经书的 对不对 这边是佛陀讲的 你不一定要相信经书的 就是 当然 至少你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查一下 佛陀讲怎么查 你跟律查一下 你跟经文查一下 你跟法和律这两个部分查一下 符合法 符合律 那如果两个都符合的话 你就接受 如果不符合法 不符合律 怎么还在说话呢 怎么还有人在说话呢 好的 就是这一下子真的是给我经音了 好的 所以我们继续说这个东西 所以佛陀就讲 如果你认为这个某一位法师 某一位沙门 某一位导师所叫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是正确 不要紧 也不要批评 如果你认为不正确也不要紧 你不要批评 你自己去查 你去经文 法查一下 律查一下 如果两者都查了 如果是正确 你才接受 这个很公平啊 对不对 这个是以我们佛教来说啦 这个最后一个 就是针对佛陀来讲 那么另外一个故事 很出名的故事 就是舍利弗 佛陀问他 你认为我讲的话 你就会全部接受吗 你看舍利弗怎么打他 舍利弗就说 我去试一下 你叫东西我去试一下 他说 如果我试得 行得通 我就接受 舍利弗他答的是很有智慧的 佛陀本身亲自问他 舍利弗我讲的话你听吗 他这样讲 然后舍利弗也不讲 说我听你 因为这个等于你听权威嘛 因为佛陀是你的老师嘛 他当他讲的话是权威了嘛 也不是这样说咧 这个是在舍利弗已经证了 阿罗汉果之后的事情咧 舍利弗就说 那好我听完 我去试一下 对的话我就接受 你看 他这样讲话就表示 他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是非常中立的 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佛陀告诉我们 你听某一个导师 某一个沙门 某一个法师教的 好了 你有疑问 不要紧 你也先不要批评他 就像舍利弗的态度 对佛的态度一样 我去试一下 就是我去修一下 然后我去印证一下法跟律 看两者对还是不对 如果对的话就接受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 这个第一节 那么这里呢 有一点时间 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些 但是因为我 我要跟你们介绍 就是这个菩提比丘 菩提比丘是我们当今 现在了 他很老了 大概可能有八十多岁了吧 他是在美国的了 他有自己有道场 也在美国 应该在美国的纽约 他自己有道场 他就在一本书 这本书是叫做 Look at Kalama 看一下 加罗摩金 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看一下加罗摩金 怎么看一下 这边其实他是引他的经文 也就是引这十句话 这十句标准 就是这边的翻译 不是我翻译的 我就念一遍 你们可以听 可以比较了 不因为口传传说 就信你为真 第二 不因为奉行传统 世代相传 就信你为真 第三 不因为流传的消息 就信你为真 就是谣言啊 第四 不因为是佛教的经典 宗教的宝典 你就信你为真 第五 不要根据逻辑推理 就信你为真 第六 不要根据哲理的理论 就信你为真 这个翻译跟我很近了 第七 不要因为是常识判断 就是我讲常理了 就信你为真 第八 不要因为符合你的见解 观念和预测 就信你为真 就是你喜爱的啦 我翻译成你喜爱的啦 见解 第九 不要因为这个演说者的威望 你就信你为真 这个稍微跟我的不大一样 第十 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师父 导师 法师 大师 所以你就信你为真 这个是从这个 菩提比丘 但是这个也不是 菩提比丘的原文 他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啦 总之 他就 他就讲 我们呢 要注意这四种 佛陀所讲的这四种宝藏 提到的这四种宝藏 第一 如果有轮回 我们相信 有伤恶的果报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做坏事的话 对不对 我们就不可能去坏的地方 我们只有去好的地方 第二种宝藏 如果没有轮回 也没有善恶的果报 那么你现在没有做恶 你现在就快乐了吧 第三种宝藏 如果恶人受到恶的果报 那么因为他造恶 他受恶的果报 那我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烦恼 第四 如果做恶的人 没有得到恶的果报 那不管轮回 是真的还是假 我当下没有做坏事 我当下就是清净 所以这四种宝藏 这是佛陀在 这个经文 在要结束的时候 讲到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了 就是 菩提比丘 他是可以讲 是我们的 现在的上座部的一个 非常有威望的一个出家中 他对这些研究很深 很多很多经文 他都研究 而且他主要就是研究经文的 一个比丘 非常好的 所以这一篇文章内 我放在那个 这个群里面 刚才那个会议已经消失了 不要紧 我会传到群 微信群里面 你们可以去 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因为他可以拿来参考 那么参考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 就是讲解 这一部经文是有 帮助的 所以 今天晚上 跟大家讲解的这个东西 就到这里为止 那么你们如果 经是很短 但是我把它分成很短的五个节 所以每一个节的时间 我很充沛的 我只要把最重要的东西 讲出来 让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好 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为止 现在我就把它静音开掉 好的 静音已经取消了 可以 你们可以自动取消静音了 可以了吧 你们 好的 有问题的吗 你们大家有问题吗 要问我 什么问题的吗 今天晚上来的人还很多 出了一点小意外 我相信可能是我的错误 因为音幕也设计 日期嘛 可能时间到了 日期到了 他就自动就完了 有没有问题大家 你们要问问题之前 先把自己的静音解开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好的 没问题 我们就下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合掌 回向功德 愿以此功德 导向猪肉镜 愿以此功德 为正捏盘缘 我以此功德 回向猪友情 愿猪友情众 同得此功德 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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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感受